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影响到了澳洲的股市 昨天澳洲股市是下跌大约是0.2%左右 收盘收在6641点 距离6700点一共是回落大约是1%左右 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下跌0.18% 深圳方面则下跌0.28% 在欧洲方面 英法德出现了不小的上涨 涨幅约为0.5%至0.9% 美国方面整体是保持了原地不变 道琼斯指数依然保持在27300点的高位 但是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则有轻微的下跌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维持在1405美元左右 但是石油价格继续下挫 目前是报价一桶石油57.70美元 另外比特币的价格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从12500美元一枚目前跌至了9400美元一枚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跟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面 是连续两次降息 但是它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现在澳洲的经济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因素而被拖累 但股市为什么还能继续保持上涨呢 的确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在过去的 刚才说到两个月时间里面是两次降息 央行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提振经济帮助就业 但是从周一发布的中国GDP数据来看的话 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是创下过去十几年以来的新低 仅仅只有6.2% 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6.2% 虽然说从数字上来看 百分比是比较低 但是由于现在的总量经济总量 对比十年之前其实已经翻了一倍 因此如果我们从经济的数目来看 或者说增实际的增加的金额来看的话 这个6.2%所增加的金额 实际上要超过了十年以前的10% 所以其实中国的经济依然是在发展 但是可能速度没有以前这么快 但是经济总量依然是非常之强劲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澳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的密切 因此中国经济下跌或者说是放缓 或多或少也是影响到了澳大利亚自己 但其实有两点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其实澳大利亚从目前来看 由于资源价格特别是铁矿石和煤炭价格 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尤其是铁矿石 现在铁矿石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一吨 达到了800多人民币 换成美元达到了11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 这个价格是过去三年平均价格的一倍 过去是50至60美元 现在翻了个倍 达到了110是120 所以铁矿石价格的高涨 从很大程度上也帮助澳洲经济保持了一个稳定 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澳洲由于本地的人口只有2500万人 所以绝大部分的外汇或者是出口 是来自于它的什么就是资源出口 所以只要资源出口这一方面保持稳定 甚至于现在赚的钱还比过去多 那么澳洲的经济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其他大部分的行业其实都是为了维护 或者说维持本地人口的需求 所以说只要赚钱的部门特别赚钱 那么其他部门你说稍稍的弱一点 可能奶粉出口没以前赚钱了 红酒出口没有以前赚钱 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来说 只要主要的产业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它的大方向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在放缓 但是对于澳洲你说要产生巨大的本质上的改变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么大 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说一下的呢 其实我们对比过去十年 美国的股市从经济危机结束到现在 一共是增长了接近于四倍 从7000点到现在的27300点 实际上是超过了 差不多刚好四倍 那澳洲呢是从3200点涨到现在的6700点 刚好呢也是两倍 那为什么同样是发达国家 美国可以涨四倍 澳大利亚却只能增长两倍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是相当的复杂 可能我们一天都说不完 今天我们就挑两点 相对于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就是呢 2009年以后 美国和澳洲采用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差别 这怎么解释呢 美国量化这个自从经济危机之后呢 他采取的当时除了把美元利息降到零之后 更采取了大规模的印钱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量化宽松 但是澳洲呢 当时的利息大约最高达到了4.5% 虽然也有一些降息降到3% 但是对比美国这个非常激进的货币政策来说 澳洲一没有印钱 二没有把利息降到零 因此美国当时所采用的货币政策呢 应该说是大量复制美元来这个增加市场流动性 同时呢也把这个很多的钱 从直接或者间接的运到了股市里面 所以美国的股市增长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里面增长最快 那么除了这个货币政策的不同以外 两国经济的结构其实也有很大不同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澳洲放在国际上来说 真正赚钱的有什么 这些奶粉呀红酒啊都拿不出手 可能在美国看来呢都是小钱 对比别人卖一架飞机就可以赚几亿美金来说 我们得卖多少奶粉才能凑到这个一个亿 所以澳洲拿得出手的其实呢就是资源出口 铁矿石 铜 煤炭等等 包括这个磁铁等等 但是除了铁矿这些资源出口以外 澳洲真正能够在国际上排得上号的 应该说呢是凤毛麟角 但是美国的产业链相当的完整 从上游 中游到下游 甚至于连石油 美国现在出口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它是页岩有成本又低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 其实美国的经济只要恢复以后 它在各个领域都可以赚到钱 所以它的股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不仅仅是它的这个苹果啊 或者谷歌的股票上涨 各个方面包括了石油开采 包括了下游制造业 这两年恢复 包括了之前的这个通用汽车倒闭之后 通用汽车又重新起来 各个方面都帮助了美国股市在恢复 所以完整的产业链 以及呢各个领域都有一定高附加值 使得它在各个环节都能赚钱 这才是让美国股市真正上涨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 赚钱的公司越多 赚钱的行业越多 那么股市的上涨也就越多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澳洲的确从根本上来说是 不可能复制美国的模式 因为本地人口只有2500万人 因此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内需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 虽然澳洲的经济相对于比较单一 主要是靠着资源出口 但是养活2500万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造就了两国股市在过去的十年中 相差巨大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在下个星期天 也就是7月28日将会在墨尔本西区 PoinCook凤凰酒店 举办我们7月底的股票讲座 那么在上个月底 没有来东去的朋友们呢 这次可以参加我们西区的活动 那么这次呢 我们也将会派出我们的这个 王牌分析师Jacky 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股票推荐 报名电话呢 就是8658 0602和8658 0603 时间就是在下个星期天的中午 11点半到1点钟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